歡迎收看 五七股市同學會 我是陳明君 各位同學上課了 現在大家要開始繃緊神經了 因為國內疫情可能會再拉警報 台股今天就因為疫情的關係 賣壓相當的沉重 除了大型電子股表現不好之外 中小型股OTC跌得更慘 繼續翻船 台股這個禮拜讓股民們 從天堂掉到了地獄嗎 那下個禮拜有雙王的法說會 一個是台積電 一個是大力光 到底能否給大盤一絲希望呢 馬上歡迎今天來同學會的三位來賓 第二歡迎分析師王兆麗 兆麗哥午安 明君好 各位同學好 第二歡迎分析師廉潛文 阿布塞好 明君好 各位同學大家好 第三歡迎我們好久不見的 鄭偉群老師 老師好 明君好 各位同學大家好 好 現在聯準會它的陰浪 陰派的陰威力真的很強大 已經讓大盤晃了兩三天了 今天更是震盪拉回的第三天 電子跟航運股今天都是呈現跳水的 只有外資近期大買的金融股 還有宅經濟跟防疫類股 今天在盤面上面是成為比較強勢的族群 那麼聯準會加快升息腳步 會不會讓科技股的漲勢受阻呢 但其盤面上還是有亮點的 鄭偉老師去年就提醒大家可以注意的 mini LED族群 在大盤拉回過程當中相對的穩健 本益比還相對低的mini LED族群 現在到底可不可以買呢 那麼今天好多高本益比的電子股 都大幅度的拉回了 這些股票真的少碰為妙嗎 請問趙麗老師的最新看法囉 今天元宇宙概念股大多比較弱勢 可是這只是短線的震盪嗎 怎麼講呢 因為正在美國賭城開展的CES 美國消費性電子大展 宏達電很風光 推出的VR設備受到矚目 宏達電昨天公布的12月份的營收 更是連續兩個月成長囉 都是靠這個VR裝置出貨的帶動 那麼最早在同學會當中 要同學留意元宇宙商記的阿坡塞 怎麼看元宇宙今年的發展呢 相關類股現在到底要怎麼操作呢 等等幫同學們好好的追蹤 好久不見的鄭文群老師 今天來代班囉 我們要講問他什麼呢 他最擅長的半導體了 先從二哥開始問 儘管外資對成熟製成 今年看得很保守 可是聯電公布12月營收 連續九個季度是供頂的喔 月營收跟季營收表現都非常的亮麗 但是股價今天回測季線 有一點點守住了 能夠守得穩嗎 尤其下個禮拜半導體的大件事 那就是台積電的法說會 好 台積電今天補了禮拜二 向上的跳空缺口 在這個法說會前 先跌之後有機會再漲上去嗎 補了缺口之後短線上面急掌拉回 交代完畢了嗎 下周台積電法說會前 怎麼操作半導體族群呢 請問偉群老師 廣告回來搜尼武器股市同學會 歡迎回來五七股市同學會 今天是禮拜五 本來盤勢就會比較震盪 大家想要這個放假前收限 又遇到了國內的本土疫情 有一點點開始擴大的困擾 大盤今天走勢真的滿弱的喔 早盤開小溝之後 包含了這個電子股啊 還有一些好運類股呢 往下來跳水 指數呢就向下急殺 最低來到一萬八千一百三十四點 中廠呢今天是下跌了一百九十八點 收在一八一六九 量是三千兩百六十八億元 這位老師我想問這個禮拜 我覺得投陣有一點點 從天堂掉到地獄的感覺 因為呢本週啊 指數呢創下了新高一八六一九 不過才短短三天喔 哇就跌掉了有五百點喔 投陣心情呢可能有一點點難以承受 尤其是除了強勢的半導體族群 稍作拉回之外 去年漲很多的中小型股 今天跌得更深了 怎麼樣來關注呢 其實我想問我們昨天就講了啦 這個聯準會要升息啊 或是國內的疫情有變化喔 我們不是第一次遇到的 那每次急跌之後 如果你敢勇敢買的人呢 都會有不錯的報酬 那這一次你依然是維持這樣的看法嗎 投資人亂砍會後悔嗎 對我覺得當然啦 歷史會不會重演喔 其實當然我先跟大家報告 我先講啦 新中高我們這天嘛對不對 然後之後創下歷史新高 然後最近這兩天又回來又差不多了 跌破這個地方的跌離 跌破週一的那個開盤 那其實以這五天來講 大家就要明瞭啦 其實今年的波動 不管是指數或個股的波動 本來就會非常大 因為灰犀牛其實說真的 他還沒有遠離我們 他有時候進來 有時候有時候來威脅我們 有時候又離開我們 稍微離我們又有安全距離 所以我想這幾天的盤是 他告訴我們這一件事 那第二個來講的話 歷史會不會重演 其實你看一下 我們看今天的開盤好了 其實今天開盤還開高耶 對 日韓股市也都開高耶 是啊 滿強的 因為美股的盤後 其實今天收盤的費半是漲的 那美股的盤後 其實也是小幅反彈的 好 所以開高 開高之後為什麼會這樣跌 其實我跟大家報告 這個就是疫情啦 你看目前的南韓股市 其實都還是漲 大概漲一趴 大陸股市也是漲啊 美股的盤後也是漲啊 那你為什麼突然之間 因為我跟大家報告 因為大家怕歷史重演 就是有時候怕空的歷史重演 好 來 跌下來 跌下來當然大家就更害怕了 就是說 哎呦 真正疫情 為什麼 因為5月份那時候的疫情 台股大概從17700 跌了2500點 所以大家又擔心 尤其現在指數又在相對高 所以當然就先賣 那賣的狀況之下 當然大家 我覺得其實沒有那麼的一個擔心 好 疫情的部分 我跟大家報告 其實現在美股的部分 美國的疫情其實更嚴重 對不對 那歐洲的疫情其實也非常嚴重 那其實大家都知道 這個重症它是少的啦 對 沒錯 好 所以我想這一部分影響 基本上不會太大 除非啦 失控啦 那當然今天有些大家要去買防疫 我覺得你真的要操作防疫的話 其實就是真的很短線就好啦 就幾天這樣子 對 就好了 好 看疫情的比較好 那美國公在此地 其實大家都說 那今天台股市面 美國公 所以因為被這個影響的 可是今天南韓股市為什麼會漲 對 所以其實今天也不是這個 假如硬又要掰這個 我等一下拿圖 有圖有證據啦 那外資賣超的部分 當然這一兩天開始在賣超啦 那不過最主要還是丙種結帳 其實在上漲的過程當中 其實你有沒有發現 漲的上市的部分是漲台積電 對 對不對 所以拉高指數 對 建高 那上貴的部分其實在五天前就建高 那上貴的大概中小型 大概也內施為主 對 所以其實我覺得最近為什麼中小型股不會漲 其實最主要就是丙種的提前先結帳了 所以導致成這樣的現象 再加上去年底的時候投信做完帳了 現在大家對於這些中小型股其實很混亂 到底投信到底是要再做 往上拉還是真的要賣下來 所以大家現在沒辦法那麼的了解 所以我覺得 可是中小型股跌成這一段之後 其實好的股票它會慢慢的上來 那當然今天盤中因為失守了 一萬八千兩百三十八點 失守 對 這個地方 對 我之前講過 所以停損的賣壓出來 有 對 所以你看跌下破了之後就放不去了 我覺得 好 那停損賣壓出來之後 我覺得持股比重大概五層附近 那我跟大家報告 其實月限大概在一萬八 那其實我覺得在這個地方 其實支撐性應該相對上來講 應該會不小 好 趙月老師的關盤重點當中 有一個啦 美國的公債殖利率走延 會不會又對全球股市 甚至亞洲股市造成影響呢 那你剛才講了 台股今天因為疫情跌 可是日韓股市其實並沒跌 代表說這個因素 不再成為威脅股市當中 最大的一個變因 對 就是我們從今天來看的話 其實今天台股的跌 跟殖利率真的沒有關係 你硬又要搬到 要找理由 硬要採理由 那我也沒辦法 那因為你看全球股市就知道 那我拿美國10年期公債殖利率 跟美股的部分 美股把它分為道瓊 跟所謂NASDA的一個部分 一個大家認為 比較偏向於傳產的部分 一個是以科技股為主的部分 那黃色線的部分 是10年期公債殖利率 那這個是從2000年 10年期公債殖利率來講 它就呈現下滑的趨勢 就是說其實市場的 它就代表市場的利率 目前的利率 其實本來大家要知道 利率本來就一直往下滑 好 那在這樣的一個狀況之下 你來看 比如說公債殖利率往上的時候 我們看這一段公債殖利率往上 對不對 公債殖利率的部分來講 你對照這邊 好 這個數字往上 所以那道瓊有跌嗎 NASDA有跌嗎 假如我們說做長期的方向 不是一天的 其實有跌嗎 沒有跌 好 那這個地方 公債殖利率往下的時候 反而你看一下 這個是道瓊的指數 它是跌的 也是跟著跌的 NASDA也有稍微小跌的一個狀況 對不對 好 那你看一下 公債殖利率的部分來講的話 其實這個我們看這邊 往下 公債殖利率往下 對不對 結果你看一下股票也是漲的 也是 我的意思是說 其實目前來講 我個人覺得 公債殖利率的部分 跟股市的部分來講 其實影響性真的沒那麼大 連動就沒有那麼大了 就是它不是那種80% 90%的 那一種相關系數 它有時候是反的 你知道嗎 好 那我的意思是說 好 來 眾使回檔 你把它清掉好了 我們來看一下 眾使這邊回檔好了 道瓊回檔 其實這個公債殖利率下滑的 大家現在認為公債殖利率往上 才會跌 它是下滑的 它是跌 那道瓊的時候其實跌的幅度 還比納斯達來講 說真的還來得大一些些 那這個是公債殖利率 你看公債殖利率往上的時候 道瓊不是也往上嗎 它也不是往上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其實真的沒有那麼的恐怖 只是大家現在覺得好像 這是因為現在的氛圍 因為它短時間會有這種氛圍 確實是 所以我覺得 以這樣的歷史的情境 建古資金 所以我覺得其實真的 也不是這麼的恐慌 因為畢竟目前的資金的流動性 還是非常非常的一個強 好 資金流動性強 加上其實 不管是國際的大氣候 國內的上市規公司 營收都持續的向上來攀升 所以大家還是要理性一點思考 找出好的股票 具有成長性的 依然可以成為你在股市當中的護身符 那講到這個族群 我就想要請問趙立老師 我們從去年底講到現在 那就是Mini LED 今年CES Mini LED也成為了主戰場 Sony推出了首款Mini LED的電視 要來迎戰韓國的三星跟LG 我們前兩天節目 趙老師有說 三星要發展Mini LED的TV 企圖是非常的明顯 這個電視說局部調光更加明確 對比度鮮明 峰值亮度更高 另外Mini LED的筆電 是靠蘋果來往前衝 今年說的這個 Mini LED筆電 要估出貨800萬台 年增3.6倍 我們幾個大公司 其實都有切入Mini LED 包含了面板廠的 友達AMOLED AMOLED 採用新的Mini LED的背光設計 那惠特 富彩跟台表科 也是我們節目當中 多次有提到的個股 看一下籌碼部分 惠特外資終結連六賣轉買 富彩外資是連五天買 今天股價非常強勢 台表科也抗跌 外資這五天買了2000多張 我想問一下趙立老師 為什麼在大盤創高拉回過程當中 這個族群走勢可以這麼樣的強勢 對 沒錯 像Mini LED的部分來講 其實去年是元年 就是說Apple導入之後 慢慢的在去年量開始出來 那預估今年的量來講的話 當然它會更大 更多的一個品牌廠的部分 所以你可以看到 下一張圖表的部分 我們來看一下 你比如說 在Mini LED的部分來講的話 在蘋果的加持 今年出貨量它又會飛奔 你比如平板出貨的部分 預估今年會跳增80% 筆電的部分來講的話 比今年比去年來講 大概會成長150% 對 蘋果的部分就要來大量應用 對 它就已經大量應用了 那Sony的部分在 在CS展裡面 也發布了第一台Mini LED的一個電視 之前來講 大概就是以Samsung為主 它的市占率是最大 那現在連Sony等等這一些來講 老師好像其實我覺得 以這個品牌的特性而言 韓國就跑在很前面 日本會比較慢 它會等看 可是連日本這種保守 它都要做Mini LED 代表是完真的 對 其實連電視 現在的Monitor 慢慢的比如電競的部分 其實也慢陸續都導入Mini LED的部分 所以再加上今年來講 會有更多的平板的部分 或者是Matebook的部分來講的話 有可能以中小尺寸的部分來講 也會陸續採用Mini LED的一個部分 好 那當然Mini LED 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說它比較輕薄省電跟成本更低 那螢幕來講的話 其實它也接近OLED的一個部分 好 所以它的優勢是這樣 所以去年是Mini LED 所以你可以看到 等一下我們看在下一張圖表的部分 好 沒問題 你可以看到在EPS 就是說它是不是這樣子 其實你看它的營收 看它的獲利的表現就知道 既然去年是一個元年的話 那我們就看七檔股票 好 比較具備代表性的 匯特的部分對不對 在2020年的前三季 EPS只有2.86 對 去年是Mini LED的元年 你看人家EPS 就跳到9.55 就是真的嘛 那太鼎當然它相對常來 它是PCB板子 佔它的營收比重低 所以它沒有辦法跳起來 好 那你看一下台表科 有沒有 它做打件的 Mini LED你看 它去年的EPS 是不是也大幅的跳升 對 你看負彩的部分來講 是不是也要重複的 由虧轉營 對 正能2.56 等一下我再講 那光紅的部分來講 是不是重複的0.14到1.14 對 就是說其實那今年來講 大家你看到了 你比如說像MacBook iPad的部分 預估的成長性一個80% 一個150% 然後又再加上Samsung等等這些 所以當然今年會是Mini LED當中 很重要的一個爆發年 去年是元年 去年元年 這個獲利表現就已經出來了 對 沒錯 所以那時候沒有出來的時候 你會不相信 可是當時出來的時候 你慢慢的就開始會相信 那因為他們的股價 說真的很多 都在相對低檔的位置 那你像台表科的部分來講的話 其實我們看一下 6278的台表科的一個部分 我覺得這位老師你一直說 它過高很有機會 對 你把它說 其實138天有這個 我覺得會過啦 過了就會上了 因為它已經整理這麼久了 何況其實元父最近 昨天也有出一篇報告 他說台表科的部分 其實它也打入了Tesla的一個供應鏈 對 這個是大家之前比較不曉得的 那假如說你又知道 它已經打入了Tesla的一個供應鏈 那你看到最近投信 基本上來講都在買超 所以我覺得這一檔應該是投信 主要第一季作帳的一個股票之一 所以你可以看到股價 其實說真的是滿強的 好 好 那3714的一個負財的一個部分 你看一下 3714的負財投票 對 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這個股票也很強 那你把它縮小 其實它是在去年1月份的時候才掛牌 它就是以前的金電跟農達合併之後 下市之後重新掛牌 那其實我跟大家報告一個觀念 當然EPS也上來了 那它那時候重新掛牌的時候 應該在83塊錢附近 那我問大家整理了那麼久 那剛剛有看到那個圖表 前一年是大賠 對 前一年前三季 去一年是賺錢 對 那我問大家 它兩家公司合併 然後之後下市之後再重新掛牌 股本又縮小 你覺得公司是 就是我的意思是說 你就想想公司的心態就知道了 對不對 所以你覺得9.2不會過嗎 當然 對不對 所以你看最近投信的外資的部分 也真的 那我問大家 假如負財真的過了 那你說其他LED會不會漲 會啦 最大支都上去 對 就是我的意思說 像這個是打箭的為主 那這個是負財 其實在負財之前是長光磊 那現在變成在負財 miniLED的帶動 那所以你現在4956的光紅這種 有miniLED有光感測 你看一下股價我覺得 只是說這種等負財慢慢上來之後 其實它也幾乎整理了一段時間 對不對 那你負財都已經來到上面 準備要突破 所以我覺得 其實整體性的LED 其實在未來 有可能下一週 開始應該這些股票 會一個帶一個 對 慢慢的帶上來 好 miniLED族群呢 趙莉老師認為 在這個包含電視 筆電跟平盤 大量應用之下 去年元年 今年會大爆發 去年很多公司獲利慢慢出來了 今年有機會再往上挑戰 所以整體族群的這個操作 大家可以多做留意了 另外我想問 趙莉老師 今天其實有一幾檔個股 一公布12月份營收 出現月減 哇 股價就稀里花啦 打到跌停板 有一檔就三一四億的驚鴻 我想問說為什麼大家會覺得 它的走勢會如此的弱呢 那如果說12月份營收越減的話 就跌成這樣 那12月份營收越增的個股 又怎麼觀察 對 沒錯 我想這一檔 當然股價漲太多了 它漲很多 漲很多之後你遇到利空 去年漲500% 對 你這種遇到利空 肯定都會跌 本益比太高是不是 對 這種本益比都太高 就是說你漲太多之後 遇到這種營收不如一市場的預期 大家 因為你低檔買的 其實賺很多 你看到利空你就砍了 一定是這樣子 先獲利 路貸為安 其他的再來看 那另外的 你比如說像2303的一個聯電的部分 2303的聯電是公布營收 很不錯吧 這個是指標 我跟大家講過 其實我覺得這個基本上不會破 那應該是一個箱型整理 所以它今天沒有反應沒有關係 因為大盤的影響 我覺得它之後會反應 另外303的智原的部分 智原的部分來講的話 其實營收也不錯 可是因為之前股價漲 也是漲太多了 今天大盤也不好 對 所以3665的一個貿連KY的部分 貿連KY我們看一下 對 你看一下 貿連KY的部分來講也下來 然後今天 終於有稍微的指點 那它是所謂電動車的一個指標股之一 其實我跟大家報告 就是說 因為今天來講的話 其實整體的大盤來講 是真的偏向比較保守 對 台股來講 所以有一些營收公佈好的 像田店這種 公佈好 結果今天來講反而沒什麼漲 澡盤其實有漲 那它現在沒有漲 我覺得那是因為氛圍的問題 氣氛的問題 搞不好下禮拜一 大盤好了 它就會漲了 只是我的意思說 它你要相形操作 因為大家 這種來講 它是所謂的白馬股的部分 那講到這個 其實我要跟大家講 台股的部分發生這種現象 還不會很嚴重 美股的部分 進入超級財報週 中下旬之後 假如美股發生的狀況是真的 它的財報比市場預期來的 漲望也比市場預期來的 結果股價真的不漲 會翻下來 那時候才要擔心 那時候就是真的要這樣 美股的部分是指標 台股我覺得今天 你不能這樣 這一兩天不能這樣看 台股 因為台灣人 其實很多人說 台灣勇敢的台灣人 可是有時候不勇敢 你像今天疫情 大家就真的會怕 因為五月份的時候 真的跌了2500點 大家說真的會擔心 好 在這個股市下跌的時候 到底要不要勇敢的操作 別人貪婪的時候 我就要保守 那別人害怕的時候 我就要貪婪 今天趙麗老師 要從一個人的故事 跟他稍微分享一下 投資人的心態 到底該怎麼調整 對 我想當然 我們的股神巴菲特來講的話 其實就是說 人家很恐懼的時候 你要貪婪 人家貪婪的時候 你要很恐懼 那當然這個很難去量化 你到底什麼時候 要貪婪的時候 這太難了 我用調查 我也沒辦法調查出來 這個太難 好 那只是說 他講一個概念 那他的老師 其實我跟大家報告 巴菲特那時候 在08年的時候 他買的比亞迪 大概一股不到10港元 大概8港元附近 那買了10%的一個股權 那巴菲特為什麼會去買 因為他的老師蒙格 對 叫他說其實比亞迪不錯 然後他說想一想 真的是 結果這一波的比亞迪 最高漲到300多 至少現在還有200多 所以你看他漲 賺了多少倍 也很多倍了 對 好 那現在 我要跟大家講 所以假如有價值的公司 未來會成長的公司 當然我說 他說你認不懂 從阿里巴巴我不知道 可是我的意思是 他告訴我們一件事 就是說有些假如 股價是被低估的 其實在拉回的過程 被挫殺的 拉回的過程當中 你去買 不是說每天都追高殺低 不是說每次都一定要破停損 就是破資深就一定要停損 要看股票的價值 跟未來的一個展望 另外的 控制好自己的持股比重 不然你每天假如追高殺低 破欠在那邊 有時候你也賺不到大錢 對不對 有些的部位 你投資的部位 是可以中堂限的 取決於 這一家公司 未來的本質 未來的展望 會不會成長好 所以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說 你看一下 古神巴菲勒的老師 對不對 蒙格 來講的話 其實他我跟他報告 他在去年第三季的時候 加碼了阿里巴巴 エディ亞 加碼了82% 去年那時候 巴巴最慘的時候嗎 還沒最慘 你看到會更慘 他第一次買的時候 在去年第一季 等一下我有圖表 讓大家看 第一季買完之後 去年第三季 再加碼82% 就是說他原本買10張 那第三季的時候 又加碼8張 總共18 那之後去年第四季 更狠了一次 給你加碼一倍 你知道嗎 又加碼 エディ亞好了 來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去年的部分來講 第一季這個是1月 對 其實第一季他加碼的部分 到3月底大概是這個地方 他第一次買的時候 是這個地方 對 那4月份的時候 因為中國反壟斷 等等 對阿里巴巴的制裁 所以他沒有買 他想說這個利空出來 我不要 我下一季 好來 那等9月的時候 8月9月 10月這邊的時候 這邊9月底的時候 第三季的時候 第三季跟第四季的時候 就是第三季是這邊 對 六月底 六月底這邊買 這邊是第二季 第一季第一季買 這個是加碼82% 這個是加碼 再加碼100% 所以我的意思說 其實你看一下 他是這樣買 那會不會 他會不會勝利 我不知道 可是我覺得勝利的機會很大 可是因為他是長線投資的 他也不是說三五天的投資 所以我覺得 投證其實可以把部分的資金 轉向到所謂中長線 真的具備展望性的股票 來進行投資的 好的 以上 趙玉老師 今天禮拜五 給大家一點信心喊話 其實很多時候 不要做這個最高的動作 有價值的公司 你看穩長線的話 在拉回來的時候做佈局 就可以學著股神巴菲德 跟他的老師一樣 這個逆向思考 反而是在股市當中 比較容易找到獲利的機會了 如果對操作你手中持股 任何問題或想法的話 歡迎參考畫面上面 趙玉老師的大頭娃娃 跟他加個Line 把他的持股問題 跟他請教跟討論 逆向思考 可以放在元宇宙的相關類股嗎 CES大展上面 好多的元宇宙的裝置百花齊放 但今天元宇宙的相關個股 都走勢比較弱 今年很多的裝置都要來發展了 包含了蘋果要做 臉書要做 今天拉回來反而是你可以 比較偏多思考的 一個佈局的時間點嗎 請問阿奔塞 休息下佐定武器股市同學會 歡迎回來 五七股市同學會 這個禮拜 在美國的拉斯維加斯 CES大展是風光的開展 今年好多的重點 包含了大廠的電動車 晉級 還有Mini LED 各大廠推出的新品 另外一塊就是元宇宙 元宇宙我們的洪達電影 風光的參展 推出了好多的新品 那些亮點我們現在都會講清楚 昨天美股有一點回檔 可是我們看到 臉書的Meta股價逆勢上漲 元宇宙的龍頭指標 揮達也是逆勢上漲 這可以看到他們對於今年 整體的展望這個族群 還是不用太過的悲觀嗎 CES展上 宏達電發表的三顆新品 這個我覺得蠻有趣 它是一個晚帶式的追蹤器 我們過去VR的時候 要手拿一個遙控器 還要拿 這個就戴手錶一樣 就可以找到你要這個 確定的物體的方向 把這個物體的方向 都追蹤得非常的清楚 而且喜上加喜 他們去年開賣的VIVE Pro 2 獲得本屆CS創新獎 而且宏達電公佈了 這個12月份營收 5.76億元 連續兩個月成長喔 表現還不錯 代表說這個元宇宙產品 真的有幫公司賺到錢嗎 但是阿文塞今天 就元宇宙概念股 好多的個股 強勢的都做大幅度的拉回 反而是 您可以偏多思考的 一個時間點嗎 對 今天美國股市跌 但是麵湯米大 人家有賣陽春麵 有賣這個所謂牛肉麵 有賣大乳麵 人家是漲2.5% 所以Meta的話是上漲的 輝打是漲2% 也就是說今天在美股的部分 是跌的 但是元宇宙的股票表現很好 好 那宏達店的部分的話 我想元宇宙的概念 是我們首先講出來 對 很早就跟大家講宏達店 你看宏達店的股價2498 2498 你可以發現這個宏達店的股價 我們會員就是買到這個地方 然後大概85塊以上賣 所以原則上是漲一倍的 這個就是我們去年最佳代表座 好 我們一個一個來看就是說 這個今天是超過 夜市不遠 所以股票是跌了198點 我們昨天有講 跌136點的時候 我們有講說要反彈的話 要ABF載板來反彈 對 你有講 或者是有這個所謂的 2454聯發客來反彈 今天這些都沒有反彈 當然就不會長 那就談不上去 對 但是我覺得說 這一次的CES市場 他告訴我們就是說 等待越遠時刻 越遠一定會來 越遠一定會來 因為這個所謂的高科技的 一個成長的速度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快 怎麼說 我們現在講這AMD 這一次的話三家公司 Intel AMD跟NVIDIA三家公司 都推新的晶片 對 然後AMD說 號稱就是說 比上一代多兩倍 以前是20% 15% 是兩倍 然後NVIDIA說 我比上一代多70% 只有Intel說70% 就比他小升價 因為他不是台積電做的 他是自己做的 AMD跟NVIDIA的話 是台積電做的 所以台積電的話 但是NVIDIA有很多是三星做的 AMD是兩倍 所以AMD說你們來玩遊戲 像我們這個鄭老師的話 彈吉他很棒 玩遊戲很強對不對 你來看一下 玩這個遊戲的時候 AMD的分數是在這裡 那NVIDIA在這裡 你回答這麼多 這個所謂Intel在這裡 Intel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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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el在 Intel老師都最後一名的 但是有的遊戲跟回答差不多 但是AMD就是跌秒 AMD跌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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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AMD 它的效能號稱是兩倍 NVIDIA號稱是七成 然後Intel是四成 所以從CS展來看的話 今年的晶片的話 成長速度更高 所以整個匯爐晶片 各方面的話會賣得更好 遊戲的成長空間會更大 遊戲又讓我想到元宇宙 對 所以其實雖然月亮不遠 但是12、13、15就變越遠 為什麼呢 因為基本面很強 還有一個重點就是說 大陸的車廠都跑去找回答 衝向 就用衝的 結果回答 單單接單接了80億美元 車用晶片 對 車用軟體 自家軟體 他說我們要擊敗Tesla 說小鵬汽車 或者是像所謂理想汽車 很多的汽車廠都跑去 然後訂單就80億美金 那回答說 在這邊算錢算一算就說 搞不好這樣會有260億美金 現在是說80億 會說260億 他說Tesla的自駕系統 現在有一個東西 是從天空下來 因為它有SpaceX 所以它從天空下來 所以它隨時 它的車子的軟體隨時更新 裡面的軟體隨時更新 從天空這樣下來 SpaceX的話 從天空下來 他說我們這裡發展沒有辦法 輝達你要幫忙我 因為你就是元宇宙 對 所以你是元宇宙的平台 你比較能夠去擊敗SpaceX 所以大家就趕快拿錢給輝達 趕快拿錢 輝達算一算80億美金 它後面看起來的話 算起來有260億美金 所以你可以發現這支架軟體的話 越來越大 所以其實產業的活絡度很高 宏達店 你看宏達店的話既然得獎 不是所謂的Facebook 這個Meta麵攤得獎 也不是Sony得獎 既然是宏達店得獎 那個手碗 你看 比如說我要送禮物給你 如果你眼裡就戴個頭盔 你沒那個手碗 有時候送到這邊去 送到這邊去 有時候你方向搞不清楚 是 如果你有這個手碗的話 很準確拿給你 或者是我現在拿個屠龍刀 我要殺人 我在玩遊戲要殺人 很明明 你沒有那個手碗的話 有時候黑白台 但是你有那個手碗的話 很明確 敵人在那裡撲起來 撲起來 馬上就殺了很多敵人 有那個手碗的話 你在玩元宇宙的準確度 就非常高 所以這個東西發現了說 紅塔店玩遊戲的效果 是得疫苗的 比Facebook更強 比Sony更強 所以得到這種創新獎 所以你可以發現 這個CES展裡面 它告訴你說高科技的熱弱度 很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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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不過說股票漲漲跌跌 可能是升息要提前3月 或是像所謂的 跟這些都沒什麼關係 Omicron的部分的話 可能這個 一天的人數增加很多 都是那些消息 但是那些消息 不可能每天都一直在講 因為不可能 鮑爾大家也聽說要升息 第二天又說要升息 第三天 他說偶爾講一次 之後消息就會進淡了 慢慢越亮就越來越遠了 回復基礎 沒有 越來越遠的時候 我們趙立兄所講的股票 就要開始反彈了 文塞 我就想問了 就今天很多的投資人 可能是被鮑爾要升息的訊息 或Omicron在台灣 疫情擴大的影響 援雲說乾淨股 題材這麼強 都被打下來了 這檔個股我們追蹤好多天了 外資還在買 和今天拉回幅度比較深 是否被錯殺 對 我是覺得說 以疫情光為例 馬斯克是堅持用鏡頭 不用光打 這次支架軟體 用NVIDIA的話 很多也是用鏡頭 對 所以你看它收了80億的經濟 未來是260億 可見這個訂單的所謂的 未來成長性很高 不過說一個黑線 但是你還是要有一個 所謂的停損準備 我們是認為大概520塊 跌破520塊停損準備 但是我個人認為就是說 很多個別股跌的時候 一定要有停損 沒有停損的話 萬一不知道跌到哪邊去 對 要保護自己 但是如果還沒有到停損點 先安全一點 所以我想一直跟我們這一天都有講 這一段時間是表現很好 但建議就是跌 所以原則上還是要停損準備 但這一類型股票的 基本面的部分的話 還是非常強 我們再看下一頁的部分 下一頁這個間很高 我們也有講鬆紅 就是散熱的部分 今天鬆紅沒什麼跌 都在平板以上 所以原則上我們講的股票 其實都是滿強的 你看它就是散熱的部分 都還是穩定 而且12營收是創新高 是創新高 所以原則上還是200到250 做曲線操作 但跌破200塊的話 原則上還是要設停損 阿文塞說今天初五 還沒有等到月圓的時候 可是等到月圓的時候 還是可以還給大家 一個圓滿的結局 對 台股能不能夠等到月圓 其實基本面 還是最強大的靠山 我們在追蹤MINI-LED族群 我們老師們 其實大家共識都很一致 這一塊今年爆發力真的很強 對 因為為什麼會看好MINI-LED 因為有一個人 從兩三年前講台表科 我們就開始注意這次股票 這一類型的股票就很好 那一個的話就是照例 不是兩例 是照例 那時候他就講台表科 所以從此以後 我們就研究MINI-LED 你看MINI-LED 電視的話 2021年的話是200萬台 2022年是870 2023年是一間7 這是TV 我都很想換了 這是TV 好 我們來看螢幕的部分 螢幕的話 今年是成長27% 這NB的部分 Notebook的部分的話 今年成長213% 是500萬台 對 你看這個213% 你看這個成長幅度很大 所以這個東西你絕對不能 而且如果你今天有去看那個影片 說這那個影片MINI-LED 跟AMOLED 或者是跟LCD的話 真的有差別 那個非常好 細緻 另外有一個東西 會變色 這個在CES展上也是引起討論了 說以後不用烤漆是不是 對… 可以變色 你知不知道 有一種鳥的話 牠隨時在變顏色 什麼鳥 蜂鳥 蜂鳥 世界最小的鳥 但是這個蜂鳥 它變顏色是隨著溫度 溫度 熱 牠變藍色的 更熱 牠變黃色的 更熱 牠變紅色的 牠會隨著顏色去變 所以現在這台車 這台車用所謂的 原態的電子紙的道理 但是Sony 還有Amazon 亞馬遜 他們就把它裡面弄電子墨水 什麼顏色都有 這個電子墨水 牠的情況是這樣 就是說 溫度50度 牠是什麼顏色 60度的時候 牠會變成什麼顏色 90度的時候 牠變成大紅大紫 也就是說牠會隨著所謂的溫度 或是所謂的指令的話 有一些所謂的指令 牠的顏色的話 牠會越來越亮 越來越亮 越來越亮 所以這一個所謂的概念的話 這次提出來的話 在西市長也是很大的一個 這是一個概念 不過未來有可能會出現 所以裡面用電子墨水 所以牠會變動 另外其實電子紙我的部分 我是覺得說 我們現在那個龍招牌 我們都是用有益滴 有益滴 但是有益滴有時候閃也太亮 用電子紙就比較不會 這個的話 比如說我們明軍就換一個招牌 就放在某一個地方 也比較環保 比如說我們要進來的時候 電梯一進來 就看到一個電子招牌 明軍最漂亮主持人 金鐘獎候選人 金鐘獎得主好了 就放在我們電梯一出來旁邊 兩天之後想換也可以換掉 不用浪費紙 大家就可以看 以後我們這個所謂的 Master Card或是Visa Card 這些上面這些的話 都是電子紙的東西 都是電子紙的東西 這個量都非常大 所以電子紙跟電子看板 未來這個東西 使用量都非常的龐大 所以在產業的部分你可以發現 其實很多的話是青山依舊在 那個青山你可以發現 任何的樹木各方面都那麼漂亮 只不過基本面的話 任是水來降檔的很大一個Foundation的話 所以原則上基本面 還是非常的熱絡 好 兩個住區 我們各挑一檔各股 我們也是要跟大家來 告訴怎麼樣的操作 尤其今天都有做一點點 對 延泰其實 我們休息一個月之前的話 我們那時候一直在講延泰 所以延泰的股價的話 大概從它的法術位的話 一路上上上上上上上 上到161塊 今天大滿跌它跟著跌 但實際上 是所謂的綠色的一個所謂的這個 這個倡導 而且電子值的成長力還是很高 而且它的產能的話 會增加10倍 所以我是覺得說 現階段可能大滿比較差 我們就區間操作 我是覺得說 它還是一個很強勢的股票 跌破140塊當然是一個停損 但是沒有跌破之前的話 我個人認為這類型股票 整理債工整理債工 還是機會比較大 因為基本面的東西的話 實在太強了 好 基本面強的 還有miniLED今天這個族群 就真的比較厲害 又是跟我們的趙立重複 我們已經重複兩年多了 每次 那個不是趙立有講嗎 有些人就說 不知道在說你也在說 兩個人都一直在重複 因為就英雄所見 獵童 獵童 所以原則上你看一下這個惠特 惠特其實今天你可以發現股價 雖然最後有點小跌 但是在盤中很穩 盤中很強 盤中很穩 你看留那麼長的上影線 就說它本來在盤中很強 我們就說今年的話 是miniLED最強一點 剛才我們有講比基金電腦 或是電視 或是所謂的螢幕的話 都是大幅成長 今年可能會賺到18.8塊 所以還是200到250 趨勸操作 但是如果跌破200塊的話 在這個停損 我想這類型股票 或公布基本面營收的話 都是相當漂亮的 好 文塞又今天給大家信心 其實台北股市當中很多的個股 搭上了今年非常強勢的題材 一個是miniLED族群 TV Monitor還有筆電 都要大量的採用miniLED 所以台灣的相關概念股 去年獲利增加 今年還會更好 另外是這個電子紙 現在追求的環保 今天這些個股稍作拉回 其實大家可以不用擔心 掌握這個停損跟停利的觀念的話 其實還是有機會 從當中找到獲利的方法的 若順對操作你手中的持股 任何問題或想法的話 歡迎參考畫面上面 我們阿文塞的大頭娃娃 跟他加個like 反正持股問題 跟他請教跟討論囉 但廣播我們聊一下今天 一樣是很弱的是半導體族群 下個禮拜四 很重要的是台積電的法說會 台積電在法說會前 股價攻高之後拉回 TV法說會還有四天 這半導體族群 到底該怎麼操作呢 請問委群老師了 休息一下 捨定五期股市同學會 歡迎回來五期股市同學會 我們插播一下外資 對台北股市進出的最新動態 外資在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 連續大買之後 昨天轉賣 今天台北股市跌得比較深 加上國內疫情的紛擾 外資持續站在調節的一方 今天是大賣了132億元 今天這個賣超也讓 在排面當中好多的半導體族群 走勢勢比較弱一點點的 我們等一下從台積電 來請教鄭偉群老師 但老師我想問 台積電的好呢 不只是台灣人知道 美國的公司知道 連對岸的大陸也都不得不承認 幾個比較好有趣的消息 跟大家來分享 大陸媒體列出 市值Top20的中國公司 中國公司 結果第一名是我們的台積電 這個是排行榜第一 第二名的是騰訊 網友就覺得很怪了 台積電不是我們台灣的公司嗎 怎麼會變成中國市值的Top1呢 網友就說 護國神山的國是中華民國 大家不要搞錯喔 但是這兩天還引起大家討論的是 海積電前幾天創 近期一年的高來到669 那一天 有一個神秘的事情發生了 有22張巨額交易經見 他買了721元的天價 掛當天的漲停價比收盤價650 高了71元 提前談定價格 沒想到市場突然往下反轉 專家說有點看不懂 有點不合理 難道這是一個拔蠟單嗎 還是說是仙人指路呢 尤其下週是台積電的法術會喔 市場都是給予比較樂觀的評價了 台積電在法術會之前 創高之後做拉回 通常啦 台積電法術會前 如果先跌的話 後面就會漲 先漲的話 後面可能就會整理 這次的慣性怎麼樣來觀察 另外一個是 聯電部分有沒有機會 稍微的回檔之後呢 也有一個就是 支撐的一個 支撐的力道在 因為12月份公布的營收是202.8億元 月增3.1% 年增32%喔 全年首破2000億元 上個月Q4都全年都是創高的 今年開公司天已經炸18億元 向艾斯摩爾來購買基台了 今年街道滿到下半年 反而說低劑還會更好 晶圓的一哥跟二哥 老師你怎麼關注 先從台積電講起 我想台積電之前嘛 大摩小摩在看壞的時候 對 一直看壞 500多我們一直看好嘛 那現在600多嘛 其實前天其實它已經過了679 是 還原全值 還原全值是679.5 把那個股息加上去對不對 對 那時候我說679會解套 解套了嘛 如果是買在森林上的大學長 的確是解套了啦 對 可是最近買的人套住啦 最近應該買的比較少啦 都是外資跟投信買的比較多 我想應該是外資買的比較多 所以今天它賣也是套自己嘛 對 那當然你說 剛才我們有那個仙人指路 好 看一下仙人指路 其實這個滿有趣的現象 其實我們在齊貨市場 看了十幾年 二十年 常常有時候會有挫價 你看過很多次 看過三四次 那會發生什麼事情 之後就會到 真的嗎 真的 有時候你突然說 譬如說現在是一萬一千點 對 那時候你看到盤前錯 那個挫價的時候 那時候是啪 可能是起過跌停板 對 九千多點 你會覺得不可思議 對 但是真的後來幾個月之後就到了 所以這東西不能不信邪啦 我覺得是主力在作弊啦 有一點像 因為你以基本面來看嘛 台積電今年不會不好吧 對 明年更好吧 對 他只要三奈米出來那個 一片三奈米是1.8萬美金 大片天下無敵手 然後二奈米是2萬塊美金 一片晶圓而已 更貴嘛 那你說你看連大陸都 對不對 包門 拿進去 拿進去 對 但老師我想問 既然說 這有可能是仙人指路721 我覺得也不是不無可能 因為很多的外資 就把台積電的目標價 看到700塊錢以上 當然從短線來看 今天的這根黑K棒是補了 禮拜二向上的跳空缺口 台積電有缺口必補 今天補上去了 那之後 短線上面 創高之後拉回 今天的這個補缺口的動作 有沒有稍微交代一下了 好的我想 本來我認為說這個缺口 理論上比較不會補 因為才第一個缺口 對啊 它不是說第二個第三個 那但是 因為疫情或者說 怎麼廢的要升息的關係 來回補也OK啦 那如果說下個禮拜 有來再回測一下 對 但是我認為是短線的買點 因為畢竟你說 最近外資或者投信 最近投信賣很多股票 賣很多小股為了什麼 就去追台積電 對啊 都買台積電一次 對 然後去追那個國劇 都買比較大的全市股 很多小股票跌得很慘 理論上這一波我認為 台積電法說 應該外資看的也是良率 對 還有它的資本支出 那資本支出不用說 應該是增加了 你看日本要設廠 美國要設廠 對 甚至德國也要 可能也要設廠 甚至你說寶山那2奈米 還有中科 還有高雄 對 那麼多廠 當然一定要增加 一定要破產 對啦 那甚至你說 到了3奈米 你看前陣子那個 季辛格跑來台灣 對 他開始稱讚台積電 去年12月的時候 對不對 去年他一直罵台積電 對 後來他突然說 嘴巴說不要 身體很誠實 對啊 台積電好棒 很好的公司 應該是跟他們談好3奈米的一些 對一些東西 所以在這邊 英特爾可能在台積電 3奈米的一個比重會增加 他目前是台積電前十大客戶 很少啦 對 比較少的比例 但是他有說啦 他會委外擴大這個代工給台積電 尤其3奈米 3奈米的部分 因為他也說一句話 過去我們是讓給超微的 那時候你覺得很好笑 對啊 因為超微這幾年一直打著台積電 一直打著英特爾 對 但是如果英特爾跟台積電 合作3奈米的話 超微就要小心了 所以今年我認為 美股可能可以注意英特爾 對 因為慢慢英特爾可能要 因為它歐洲也要設廠 所以你說聯電會不會受影響 一定會有受影響 因為在成熟的車用的製程 那這邊他們可能會受影響 但是台積電一定好 一定受益 對 一定受益 所以接下來我認為 你說長線當然沒問題 甚至有人作弊了 721塊告訴你 應該有機會啦 我們拭目以待 好 拭目以待 其實鄭老師認為台積電 其實這兩天的拉回 因為是短線上面漲多 就關注下個禮拜四 反而收會的一個內容 後事在外資持續偏多 跟拉高目標價的方向之下 大家還是可以不用太過擔心 另外一個方向 老師你今天做的一個專題是說 半導體的封裝提升 尤其講到ABF載版 其實ABF載版三雄過去一直以來 在大盤比較弱的時候 它都會出來扮演救火部隊 在它還沒轉長之前大盤可能要 稍微的整理休息 ABF載版的 其實外資經營都看得非常的好 您認為怎麼關注這個產業 我想這幾年缺貨是正常的 但是你看慢慢的 已經慢慢有轉向別的一個封裝了 所以到QFN比較下 比較下游的打線 從附近對不對 下改打線技術 甚至向上嘗試減少宅版使用 甚至散出型的封裝 所以這邊來說 去年長得很多比較高基期的 在這邊我會建議各位說 首先先避開一下 譬如說你看到最近的汗累滿弱的 昨天那個系列跌停 對不對 那今天亞信 驚鴻也跌停 對 當然ABF我認為已經長了一年多快兩年 相對你要去避開 但是比較低檔的這些3D的封裝族群 譬如說或者說散出型的面板型封裝 譬如說日月光 金財 歷程 去年都沒什麼漲 對 這沒什麼漲 很可憐 對 尤其日月光本益比那麼低 也沒什麼漲 但是接下來你要注意 因為畢竟台積電你說往3奈米走 那個機台很貴 光是EUV就100台 100台一台兩億多美金 對 那花那麼多錢 那又那麼難做 所以它不會一直無止境的 它會往封測去走 封測也會去加強 對 它會去提升封測的效能 好 尤其3D的效能 好 那我們今天鄭老師 整理了很多台積電大聯盟當中 比較有優質跟有機會的個股 給大家來參考 如果說你對操作這些族群 任何問題或想法的話 都可以參考畫面上面 我們鄭老師的大頭蛙 跟他加個LINE 半導體族群 其實今年真的有很大的機會 對不對 沒錯 我想就是台積電相關 會比較大機會 尤其沒漲到的 去年我們提到中沙 那時候70 我印象好深刻 這一波應該129 對 那時候創意跟四星先漲 對 所以接下來就精彩 柴玉也動了 精彩 快上市了 柴玉 柴玉最近應該快上市 最近金冊也在動 就是我說它 就是到了一些 比較中高階的封測 對 所以金冊也動 那四星因為漲多 最近整理 那漢堂算是比較低階 對 有機會 那星雲生陽辦 最近也是一起跟著中沙動 那所以 再來凡宣是因為它的路障 可能比較快 對 它是做EUV設備的 然後還有印材的設備 對 它路障比較快也是先動 那適合來說 是比較清洗設備 好 三五五一 對 三五一 但是比較穩定 對 那你說清洗要非常高階 那紅桌一直以來 都比較高階的器材 比較貴 那接下來光陽科 光陽科 比較便宜 費把柴 有機會3奈米會用 好 但是前陣子就因為公司派跟 市場辦一個經營節目